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三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 非常非常这个暴力的卡组 叫做胖球流 字面意思上 你看就是胖球哪个胖球呢 就是这个胖子和这个骷髅气球 这一套卡可以说是非常的暴力 你的一波爆发可以直接打爆对手的一路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一套卡组 首先这个胖子气球 万剑齐发和这个圣水收集器 这四张卡是必备的 没有什么可换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骑士和这个两飞的小哥布林 这两张卡组合是可以打一波这个小的进攻 让骑士去带现哥布林在后面猥琐的输出 然后这个飞龙宝宝是一张比较通用的卡牌 因为这个飞龙宝宝大家知道 可以应对大部分的这个 不管是空中还是地面的兵种 然后这个骷髅海就是防对面的一些大个儿来凸你的脸 比如说什么什么骑士啊皮卡野猪之类的 好的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我们的比赛回放 好的我们直接来三连 今天我们来三连发 因为打了三场为什么三连发呢 因为这一套这一套卡牌太暴力的 这一场就一分钟要玩了太短了 是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就来 我看一下之后刚打的三场就来这个三连发吧 分段还是这个A5 A4 A5分段左右的了 反正这张卡也不用花太多的课心 基本上都是常见的卡 我们平民在这个A5分段 玩一玩是非常的不错的 娱乐一下 好的那我们进入比赛回放 首先直接胖球都出了 好我们看先不要慌 直接来来直接搞起一度爆发 他对面出了一个女巫 这样这一路就没有什么办法防御了 这个骷髅海我先不管他 在后面摆一个这个哥布林先打一下 先不交这个扫射 然后这边的女巫 我直接用一个三费的骑士给他打一下 这样就很赚了 骑士打女巫很轻松了 你看多快三换五 这个飞龙我们让他打 好这边供应是我不管的 因为打不了多少血 飞龙我就用龙跟他换 在我的塔下跟他换 他龙死的快 因为我塔也在打他吧 好让龙先往前带一下 再看看后面 出了法师 这个法师目前手上没有特别好的卡 去打他 我先摆一个圣灵兽医器吧 又出了女巫 哎呀这一波打得我有点伤啊 很危险 好骷髅海打一下 啊这一波我输了 因为这个骷髅海打这个女巫的效果不是特别好 虽然是四费打五费 但是因为女巫是范围伤害 所以他可以快速的把骷髅海清掉 好又摆了这个墓碑来防御 这个墓碑应该是拿来卖的 不要慌不要很稳住 我们看右边塔 刚才被我起手的一波爆发打掉了半大半完血了 我们下一波就能把他这个这一路直接带走 很聪明啊 看见我教了飞龙 他就另外一只名也教了飞龙 没办法 我这里用胖子先挡一下 没挡到 那个龙已经打到我的塔了 他不会找目标的 好的 刚好气球又出了 直接这边打一波爆发 这个法师我不去管他 法师是血条不长啊 所以他也打我 打我打不了多少血 哎 这里出了汪林大学 我直接跟上一个扫射 哦 这是好吧 这个扫射还没射出去 这这一路就没了 好的 大家看见没 这一套卡就是这么暴力 这样一来他这一波已经是比较崩了 应该没有什么机会翻盘 我的胜水也是比他领先的非常多 因为我有胜尾兽一气嘛 哦这里出了这个大骷髅 大骷髅 骷髅还好了 来直接挡一下 好的好的 这样一来 骷髅推不进来 那那边的 好的 这只有两波 不仅一个骷髅海 一个王军大军 我是因为我一发剑 给扫掉两 两波三换九 这样一来 我这一波就赚大了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 你的这种比较怪物 比较多的小兵 两波千万不要一起放 你两波一起放 人家就是一发建议 教你做人 所以我建议这种小怪 还是分开放比较好 不然太危险了 好的 时间已经到了 这样一来 这一波他是没有办法翻盘的 好的 非常快 直接结束 好的 那我们直接 来出来看第二场 刚才那个细节问题 两波小怪 成群的小怪 千万不要一起放 非常的伤 好的 这个网速不太好 独挡的 独挡的 这时候 我先喝一杯水 哎呀 尴尬了 怎么回事啊 这谁呀谁呀 谁在给我下小电影啊 重来 重来 重来看一下 哎 好了 哎 怎么 哦 好好 你读两下 那你就读两下吧 啊 这一波不能起手爆发了 这没有胖子 只有个气球 哦 胖子在后边 那我们气球稍微往后摆掉 然后把胖子摆在前面 据说这个 呃 胖球爆发的话 胖子一定要摆在前面 气球摆后面 因为胖子血条长 他这一波 呃 这个骷髅 是拿我没有办法的 我直接是把它平推过去了 这一发骷髅海 我这没办法 只有扫掉 扫掉以后 那我就用我的 骷髅海挡一下 他的骷髅海 看我的气球已经带过去了 他 他那个大军 可能刚才没有出来 就没办法 没办法 气球还是 气球感觉除了大军啊 女枪 他很难挡住的 好 这个大军 我用我的 飞龙宝 我来防御一下 一个这个飞桶 我没有办法 没有剑鱼 我用这个两飞的长矛 哥布林 稍微挡一下 虽然被他打了两下 不过二换次 还是比较赚的 圣水基本上是平的 我准备下一波 先 我看一下 不要急 出一个圣水收集器 先稳一下 好 处理又出了大骷髅 来 我用三飞的骑士 这个三飞的骑士 挡这个右飞大骷髅 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你看 这个大骷髅的攻击力 非常低 他打我这个骑士 几乎是脑痒痒 然后等他快把我这个骑士 打死的时候 我的这个攻击塔 已经把他的骷髅打死了 我这用一波骷髅海 挡住他的野蛮人 他又电 哎呀 这一波 我没想到他竟然还有一个小闪电 电了我一下 这一波 哎呀 比较伤了 没办法 没办法 只有被他打了 就补了一发火球 哎呀 这一波失算的 被他打掉了半管血 有点可惜 不过没关系 我们现在有一路的领先的优势 并且圣水还比他领先的一大截 好 接下来第二波爆发 准备开始 哦 出了这个来 我准备跟上一波扫射 把他这个亡因 哦 又是两波 你看 这一发非常的壮啊 又是三环球 我跟你说 这两波 两波只小怪 怎么能一起放呢 好的 我再用这个骑士加小哥布林 打一波小的 打一波小金工 好 第二发生有收益器 生有比较多啊 现在 这里我用骷髅海挡一下 哦 哦 骷髅海叫了 他马上在右边放了一个骑士来突 没办法 我只有用胖子来挡 这里真是没办法 左边我也拿这个骑士先防御一下 这个我用扫射扫掉 哎 扫射扫 完了 他又一发骷髅海 他学聪明了 发现没有 这没办法 只要用小哥布林先挡一下吧 然后前面用骷髅海挡一下 他的这个骷髅兵 好 这个 我在这边再打一波 双 胖球爆发 跟上一个扫射给他扫掉 好的 时间到了 大家看时间就算 还有的话 他这一路肯定是不会秒掉 甚至直接把这个光好都飞掉了 好的 那我们再进入下一场 嗯 好的 不要慌 啊 这一波上来啥都没有了 不急不急 两边都是小兵 我先出个圣语收集器 不要慌 用骑士挡一 拖这里 右边啊 右边是三换三 然后左边是二换三 所以不亏 出了小飞龙宝宝 打我的骑士 他没有兵了吗 应该是没有了 这里我也用这个飞龙跟他 互换一下吧 因为没办法 只能带八张卡 我只要拿这个飞龙宝宝 跟他互换 哦 大皮卡出了 哎呀 好 我左边先打一波爆发 他除了大皮卡 应该手上剩的剩水不多 然后我这边的骑士是好了 就没办法 直接用骑士去挡上大皮卡 左边呢 我就没有办法了 左边看能推多少算多少吧 左边他这边是法师加两拨小怪 还是比较赚的了 也打掉了他的大半管血 那这边我先用骑士来挡一下 骑士打法师还是比较好打的 毕竟三换五 而且骑士的血分比较多 好的 这剩下的这个小哥布林 还能再蹭他两下 又蹭了这两百多滴血 好 看下一波 这样我的圣人目前是落后了 所以先不要浪啊 打稳一点 我先摆个收集器再说 他又是出了皮卡超人 大皮卡超人 不管 我在这边先打一波爆发 再说 反正等他过来的时候 我后面的兵肯定是有的 先不慌不慌 看这边能打多少 好 这样皮卡是推到我的半场 我这用骑士把他挡住 这边我还是用飞龙宝宝宝 跟他来这个互换一下 骑士 刚才是被他那个火条打掉了是吧 哎呦 开了狂暴法术 这波危险危险 可能被他打进来 没有办法 只有再拿这个胖子 先稍微缓一下 然后我的骑士又出了 只能用骑士 挡 但是他的飞龙宝宝宝的骑士 还扫掉了 所以我没办法 只有用飞龙宝 我跟他互换 他的法师出来 我用这个三个胳膊铃 在边上打他一下法师 哎 这给我摆偏了一点 过去了一个 好了好了好了 法师打掉了 法师进了塔 基本上就要没了没气了 因为血量太低了 打不了多少血 这里又是出了皮大 超大皮卡 不管我左边跟他互换 来 这一套 这一套卡牌 不要跟 不要恐惧跟对手换加 勇敢的跟他互换 我跟上一个扫射 来 这一波 看谁能换赢 好的 我换的比他快 因为他的这个 超级皮卡 被我的骷髅还挡住了 好的 这样也没有实验的 他也是没有任何的翻盘的机会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套卡牌 说了 他拿这种 巨汗呀 什么突然来突然 不要怕 不要怕跟他互换 你也跟他换 你换的肯定比他快 然后等你 换的差不多 你的这边 肯定会有小兵 把他这个巨汗挡住的 好 好的 那这个三连发很快就过去了 哎 怎么点不得发 点出来了 这一套 怎么说 胖球流 哎呀 太暴力了 太快了 好不好 好吧 今天就要打到这里了 好 大家再见 感谢收看